各位企友大家好 我是嘉宏 那么今天来讲一个骑形 就是右下角这个形状 那么这边呢 是从一个传统定时演变而来的 就是说黑棋的腥味 那么白棋挂脚 黑棋如果选择拖先 那么白棋走一个双飞燕 黑棋靠完长 那么白棋长一下之后 尖在四路 黑棋这边如果选择尖在三路之后呢 白棋摆一下 黑棋挤完一挡 白棋这时候啊 如果选择这个打吃一下 那么就将会形成右下角这个形状 那从结论上来说呢 白棋这个打吃算是一步属手 应该不要去下的 那为什么不要去下这个棋呢 我们后续的讨论就会来看到了 好那么假设右下角这个棋型呢 黑棋出头是路线顺畅的 那自己死活不成问题的情况下 那么白棋有没有什么手段 可以去搜刮这个角呢 那么这边有的人可能就想说 我这边是不是可以夹进去啊 那黑棋这边立下的话 我们在头上一顶 黑棋看起来只能接住 那么白棋就可以舒服的去度过了 好像本来的黑棋的角控 完全被白棋给捞光了 这样白棋非常愉快 但是呢其实这个黑四这一阶啊 算是一步问题手 这边黑棋有一个手筋 就是往这边二一夹 那这一手一出呢 白棋这两颗啊就已经难以脱困了 这边白棋显然是无法断上去哦 因为这边就被黑棋给吃掉了 那么这边呢白棋只有选择冲下 那么这边呢黑棋可以继续冲 白棋依然是无法断上去 这边一样被黑棋给打死 那么白棋如果选择其他抵抗方式 例如说是打在这边的话呢 那黑棋这时候必须得立下 否则白棋一提就做出两只眼了 那么黑棋这一立下呢 那么白棋依然是无法断上去的 还是被黑棋给打死 那么如果白棋吃在这边呢 那黑棋看到接住或者是挡在这边 都可以舒服的把白棋给吃掉 这样子白棋依然不行 那么前面这边呢 白棋一个比较强烈的抵抗方式 就是扳在这个一路 那这一扳呢黑棋必须得小心应对 否则会被白棋给反扑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几个错误的应对方式 例如说黑棋是简单的拐在这边 做阻度的话呢 那么白棋可以打死在这个二一 那么这边黑棋一样是必须得继续立下 否则被白棋提掉就做货了 那么下一步啊白棋就可以断上来 这样子我们可以发现黑棋这边不如其 那么这里也是不如其的情况下 黑棋无法去做收器 那只能打在外面 那么这边呢就被白棋给吃回去了 这样子黑棋不行 那么这边如果是黑棋选择这个一路打吃 做阻度的话呢 那么白棋也可以打在这个二之一 这样子黑棋这边一样是必须得立下去做灭烟 那么这边呢就被白棋给一段打 这里就形成打结了 走成这样子黑棋依然不行 本来自己的角控平白无故就突然生出一个打结 显然黑棋不行 那么这边黑棋比较正确的应对方式是下在哪呢 就是这个二一一粒 这一手一出呢白棋这边呢就无法脱困了 如果说白棋是选择这个A位接住的话呢 那么黑棋再回到这边去做阻度 我们可以发现经过这个交换之后呢 白这边呢已经是断不上去了 再断这边就被黑棋给打死了 所以这样子白棋不行 那么这里如果说白棋选择这个B位班去做抵抗的话呢 那么黑棋就走到这边打吃 这样子白棋一样是死进去了 这样子白棋不行 好那么回到最刚开始这边 如果说白棋这个夹完一顶是不成立的情况下 就是黑棋这边有二二一夹的手巾 那么白棋这个脚步啊应该说就没有办法 对黑棋是进行什么太好搜刮了 最好下法可能就只能简单的板年了 那么这边黑棋必须得补哦 因为如果不补的话呢 那么这边被白棋给夹进去 这样子黑棋的角控啊 算是损失的比较大 所以说如果是大关阶段呢 可能黑棋还是会去补一个 这样子就当白棋先手一个二路班战而已 好那么接下来再讨论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地方如果说黑棋的出头是有问题的 是被白棋给完全封进去的情况下 那么这边呢白棋有没有办法去攻击这块黑棋呢 那这个地方白棋的最好下法就是二二一点 好那这个棋呢可以说黑棋是有可能会尽死的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被白棋这一点呢 黑棋必须得做阻度 那如果说黑棋选择这个A位尖在里面呢 那么白棋下一步可以顶上来 黑棋如果A位立下去做阻度 那么白棋再挤上来 我们可以发现这边段跟这个二路的段呢 是两点建合了 黑棋显然是无法兼顾了 所以走成这样子黑棋就禁死了 那么刚刚这边如果黑棋选择B位搬的话呢 那么白棋就选择打吃完铺 去做滚包之后呢 再往这边一立 这里面黑棋显然也是无法做出两只眼的 这样子黑棋一样是死了 所以说呢这个A位的尖被白棋一顶 好像黑棋是没有什么抵抗了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看其他的应对方式 黑棋如果是选择这个B位搬呢 那么白棋也是可以往这边顶 那么这里黑棋一样是去必须得做阻度嘛 那么下一步白棋再往这边一顶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段呢 跟这个段一样是两点建合了 黑棋无法兼顾 所以说这样子黑棋依然是死进去了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第三种应对方式 黑棋往这边立下去做阻度 那么这个棋啊白棋可以往这边搬完打吃 那么黑棋当然是提掉 那这里必须注意到白棋不能够去往这边铺哦 因为这个如果去铺的话呢 那么黑棋可以往这边一爬 那这个局部啊就将会形成一个打结 那么刚刚说这个局部呢 白棋是可以去净杀黑棋的 所以走成这样子白棋就失败了 因为这样子黑棋变成结火 这样子白棋就失败了 那这里呢必须注意到白棋必须打在这个A位 这样子二一打才会可以把黑棋给净杀 黑棋如果选择接住 那么白棋很简单 这个铺完去做滚包之后呢 回到这边挡 这里边呢显然是无法逐出两只眼的 这样子黑棋禁杀 那么黑棋如果选择接住呢 那白棋也要小心不能够去提这个结啊 去跟黑棋进行打结 就很简单的打吃一下之后呢 挡在这边还是可以把黑棋给净杀的 如果黑棋拖在这边想要去找眼位 那么白棋简单一顶 那这个地方呢里面眼位也是不充分的 走成这样子黑棋还是禁杀了 好那么来看最后一种抵抗方式 黑棋如果是低位团一个 看起来好像比较眼位 那这样子白棋怎么去杀呢 那白棋这个地方还是选择搬完打吃 去做一个滚包就OK了 那么黑棋只有提掉 白棋再往这边一打 那么黑棋这边也只能接住啊 如果挡的话这边直接被打一个接不归了 也没有打结的问题 所以说黑棋只能接住 那么白棋再打吃一下呢 再往这边一立 这里头的黑棋也是眼形不充分的 好那么今天要讲的内容大致上就到这边 最后是简单的回顾一下 刚刚我们讨论了这个黑棋出头顺畅的情况下 白棋对这个脚步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收刮方式 那有的人可能会想说哎 这个好像白棋可以夹完一顶啊 但是这个棋事实上是不行的 因为黑棋有二一夹的这个手筋 白棋冲完搬在一路算是比较强烈的一个抵抗 不过呢黑棋也是有好手就是二一一立 这样子呢白棋就死在里面了 所以说白棋这样子下是不行的 那么最前面这边呢白棋可能就只能往这边二路搬斩一下了 那这个地方因为后续这个夹进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关子 所以说如果在收关阶段可能黑棋还是会补一下的 那这边大致上就这样 那么接下来是讨论了这个棋形如果说是被白棋给封进去的情况 那么这边啊白棋是有尽杀黑棋的手段 就是往这边二一点 那这边如果黑棋是尖在这边做抵抗 那么白棋往这边顶 黑棋如果搬这边 那么白棋就很简单的打完一个扑去做滚包 这样黑棋就死掉了 那么黑棋如果说是立下的话呢 那么白棋再挤上来这样两点剑合 黑棋无法兼顾 黑棋一样是尽死 那么黑棋如果搬在这边呢 那白棋就顶一下时候再一顶 那么这两点啊一样是无法兼顾 黑棋禁死 那么黑棋如果C位立下去做足度 那么白棋帮来打吃 那这边必须注意到白棋不能扑这个 因为扑的话黑棋一爬就将会变成打结 白棋必须打这边 那么黑棋如果说接的话呢 那这边被滚包 一样很简单死掉 那如果黑棋接在这里啊 那么白棋就打一下之后回到这边一挡 那么黑棋里面呢 眼形也是不充分的 那么最后看到的是这个低位的抵抗 那么白棋就往这边帮忙打吃 去做滚包 黑棋依然是尽死的 好那么今天要讲的内容 大家希望就到这边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